接下來是有關於稅改的問題 我昨天利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大概也跟新的許部長交換過意見了 你們提出來的很多方向 包括有關於跨境電子商務營業稅 要開始建立有關於磕稅的制度 包括了有關於防止海外避稅 那昨天部長也跟我承諾了 說他們已經從法人的CFC 擴張到連個人的CFC 全部都納入在這個會期當中 要推動修法的範圍 這個我通通都贊成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就是 遺產證與稅 去年蔡總統在競選的時候 提出了要改革遺產證與稅 但是我在你的施政報告裡面沒有看到 那這個競選承諾是不是有變化 目前沒有變化 我們的遺產證與稅會列入討論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長照的裁員的問題 這個部分也涉及到遺產證與稅 我昨天已經跟部長交換過意見 長照的裁員跟遺產證與稅的改革沒有必要連結在一起 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我們現在每年 院長這個數字你應該很熟啊 之前你當過財政部的部長 這個數字你應該很熟 我們每年都是呈現什麼 赤字 遺產證與稅 各位當初說要用公平來換效率 這個是我從你們 這個不是我自己捏造的數字 這個是我從財政部的財政資料中心裡面 所抓出來的 每年遺產額跟稅稅的數額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一路什麼 一路往下滑 公平沒有達到 公平犧牲了 效率也完全沒有達到 我希望就一陣稅的這件事情 牽涉到了公平正義 過去這幾年來 針對一陣稅 一口氣把稅率從50%調到單一稅率的10% 已經有太多人提出來批評了 包括這一次入閣 主記長朱澤民 朱教授 再幫財政部在今年3月所完成的 遺產及證與稅的改革 也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方案 我希望新政府能夠履行蔡總統競選的承諾 跟委員報告 遺產稅雖然也慢慢減少 但是證與稅就慢慢增加 所以整體稅數來看 從50降為10 我知道了 我下一次到委員會的時候 遺產跟證與稅兩個稅之間的差別 以及它對世代正義所造成的影響跟意義 我會進一步的拿更細的資料出來跟你討論 但是我在施政報告裡面沒有看到 一陣稅的事情 我非常的擔心 去年說好的公平正義 今年會跳票 我特別提出來提醒 不好意思我要 move on 到下一個問題了 那個部長先請回 服務 我回答 速度